民女约寒参见景时将军 王姬 王姬 这是列阳刚刚送来的匣子 一定是赤云送来的 快打开看看吧 这是什么 莫非是傀儡 原来是凤凰啊 好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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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胜 呵 您怎么来了 这赤云倒真是不简单啊 竟然能在千里之外 操纵傀儡 尤其难得的是还有生意 赤云及天地精华 灵力的确是有些高深莫测 我要说的不是这个 你知道吗 只要不惜一切代价 傀儡可远隔千里杀人取物 但那都是为了权和利 可赤云不惜耗损心血 竟只是为了博你一笑 阿末一直有件事 想要请教玉夫人 但说无妨 当初您说 罚我幽禁在玉山五年 是看在我母亲的面子上 其实阿末一直很奇怪 以往犯错的时候 别人都会说 是看在我父王的面子上 还是第一次听说 是看在我母亲的情犯上 而且还是出自玉夫人之口 您和我母亲 阿末 这些年你母亲过得如何 她很好 她喜静从来不下山 也很少有人去看她 其实 她已经不像玉夫人这样的容颜 头发已经全都白了 那你爹爹呢 爹爹也很少去打扰她 活到现在我才明白 人生最重要的 不是别人的期待 而是真正的要活出自己 这样到老了 才不会后悔 真正的活出自己 赤云 我们一定可以做到的 对吗 你是何人 怎么会在这里 警示将军 我叫冤寒 难道你不记得我了吗 昨晚你回府的时候 说什么对我一见钟情 再也不要在乎外人的目光 无论如何都要去我围棋 将军便把我带回了府中 什么 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 将军 您已知凌鱼女子宿了上礼 我怎么会不定终身 便与将军如此 女若不认 原还只好以死明捷 姑娘 警示将军 来人 把警示带走 是 是 为何抓我 为何抓我 白虎部的人称 昨晚在你府前丢了人 果然在你这里 没想到你会 做出这种事情 把他带走 走 我 走 我 父王 我凌云素来众理 男女尊卑有序 你手下大将锦时 竟与白虎部的女子私通 还没抓个现行 如此恶行 你身为青龙部的首领 治理不严 该当何罪 父王 锦时向来性情温良 重劫重礼仪 怎会做出这等事 只怕这中间 是有什么误会 被抓了现行 还能有什么误会 而且他自己对此事 也共认不讳 大哥何必杀费苦心 寻找借口 难道是为了推脱 治理不严之罪 陛下 锦时因醉酒 一时失察 铸成大错 锦时甘愿受罚 既然如此 那便即刻将锦时关押起来 后审再判 父王 这般处理略微不妥 此事事关白虎部女子冤寒之名警 解决此事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锦时取冤寒为妻 此事尚未调查清楚 尤其是锦时醉酒 尤其是锦时醉酒 这前因后果众人不得而知 怎能稀里糊涂 就让二人成亲 既然二人有夫妻之识 就应该成亲 既然二人有夫妻之识 否则你让白虎部的人 颜面核存 够了 你二人不必再升职了 先将锦时压下去候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冤汗见过王子 不必多礼 今日我秘密召见于你 是想问清楚昨晚之事 毕竟事关你二人明解 希望你能说明事实 我定会还你二人清白 你大可放心将来 不必有任何后顾之忧 王子恕罪 当时警示将军酒后失态 冤汗不紧 此凡将军明节受辱 冤汗死不足惜 冤汗 我并非对你有所怀疑 只是怕着其中有误会 你放心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